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帕潘德里欧10月31号晚提出的全民公投提议 连日来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弹 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当地时间2号晚在法国嘎那 与帕潘德里欧举行会谈后表示 如果希腊一定要举行公投 那就要尽早举行 以便尽快消除欧盟在这一问题上 面临的不确定性 他们还表示全民公投的议题 应该使希腊是否继续留在欧元区之内 而不是欧盟新救援方案 德法领导人的表态 使帕潘德里欧总理在国内遭到更强烈的批评 执政党内部在公投问题上也出现明显分歧 支持帕潘德里欧公投决定的内阁成员及议员表示 希腊不接受德法领导人发出的最后通牒 希腊政府将自己选择公投的时间和议题 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维尼泽洛斯为首的一批 内阁成员和议员对公投持批评态度 他们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批准欧盟新救援方案 此间一些分析家认为 帕潘德里欧提议举行全民公投的初衷 是在国内凝聚共识 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同时在国际上寻求支持和同情 但国内外反应的激烈程度超出了其余期